如果未来延迟退休真的发生了 你会选择什么方式养老 首先我们都知道延迟退休的话 肯定是为了缓解整体的这种养老金的压力 那么可能是你60岁以后没有工作 但是你也是需要等到65岁去提取养老金 那么这种时候呢 就有的人说 那你去选择养老金 个人养老金账户 因为个人养老金上户的话 现在是每年的话上限是1.2万 然后你连续存个十几年 其实按照整体的回报率来说 会比你个人存到银行的这种收益会强很多 但是呢 我身边听到了一些比较奇特的几个方式 首先第一个方式是什么呢 有的人说 你每年交1万2 那你就不如每年存一箱茅台 你从30岁开始存 存到65岁退休 那么你从65岁以后 每年去卖一箱茅台 这样的话算下来 你可能如果顺利 你活到100岁 你的茅台也卖没了 如果你不顺利的话 你把这些茅台呢 最后留给自己的子女 但是你每一年呢 按照最开始购买的年份去卖 这样的话 你每卖的茅台都是35年份的 按照现在的这种市场的这个价格 可能你的茅台回报率 大约呢 应该是 凭你的存款利率 多出了150%左右 然后还有另一种方法 就是有的人说 那既然这种情况 我每年拿这1万2 那么我去随便上市场上 我去买各种不同的虚拟币 因为整体的话 今年整体的虚拟币不疯狂的上涨吗 然后他就说 那你就去买这些垃圾的山寨币 各种便宜的 比如说这种几厘几分钱的 然后呢 把这种1200 就12000的这种资金 每年呢 去买固定的几个品种 然后你存到 现在或者是存到这种65 以后 你在每年看的账户 哪个贵 去卖哪个 当然了 这种情况下呢 可能都是基于了 现在的整体的货币疯狂的这种印发 然后呢 再加上通胀 所以说大家觉得这种情况下 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 但是你深思熟虑以后 你会发现 你去买茅台 你可以看到整个的茅台的这一种 存酒量 它的老酒量 再加上它的这种调味的口味 可以说 它的产量已经是超出的特别多 现在很多人 我身边的人也是 总是比如说姑娘出生啊 或者每年啊 过生日总会给她存一点 比如说按个小手印 说以后等姑娘出家 或者如何去拿出来 但是当那个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你所存的酒 根本都没有那么贵 你整个市场的花销 就有点像炒所谓的古董 可能你市场上 找到了一个紧缺的品种 然后呢 去带动了整体的 一个价值的增长 但是当你手里的东西 想要去卖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是完全卖不到那个价格的 甚至当时有没有人收 都不一定 这个就像 有的一些老头老太太 总能去这种市场上啊 或者其他的地方 看到这种收什么 旧钱币啊 或者是收什么各种老酒的 这种人可能 他赚的钱 根本不是靠收的 他只是别人给他 去打这种广告的 然后还有整个的虚拟币市场 其实从零几年的时候 就是比特币刚出来 大家就觉得 那个时候 大家都不看好 然后呢 觉得现在过了十几年 你看一下 涨了几万倍 几十万倍 确实是 今年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就是在17年左右的 疯狂的牛市的时候 几乎币圈里 所有的币种都会上涨 而1年的时候 币圈里可能一半的币种 都在上涨 但是今年 比特币疯狂的 通过美国ETF以后 然后呢 英国的那边的伦敦交易所 也会通过以太的一些 债券的一个协议 可是这种情况下 你看到了 比特币涨到了7万美元 可是其他的 他这些小币种 疯狂炒作的 因为以前给大家 录过视频说过 但是他只占据了 整体市场的 25%左右 就是四分之一的份额 就是现在 你会发现 这种疯狂上涨的 开始越来越少 而不是全面的普及 那么这种我们就要考虑 你对于整体 未来的通胀 或者对于你养老的担忧来说 有的人呢 又去说 那么你去选择 比较靠谱的黄金 可是你会发现 黄金的通胀 和你整体的 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你本国的 货币的这种膨胀率 其实相对应是同步的 也就意味着 你黄金呢 第一 你是开采成本 你是相对来说 是拥有的 可能现在的话 一颗黄金的开采成本 因为你继续的 往地下深挖 现在已经达到了 300 320左右的 每克的这种成本 那么你对未来以后 你持续的膨胀 还是因为你的人工贵 你不是说 因为你整个的市场需求 造成了疯狂的这种上涨 因为 你如果当经济 真的出现了一定的 这种萧条的时候 就可能像 美国 1930年左右的 罗斯福当时的 这种法案推进的 这种凯恩斯理论 你个人存储过多的 黄金 可能是相对于 来说违法的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叠加着我们整体的人口老龄化 所以说股市里去有了一波 叫做炒高股息高分红的 这种情况下 确实是你从整体 无论是全球所有的数据来说 你在股市里相对来说 稳健的投资 远远会超过你的 存款储蓄的利率 因为你们都知道 存款银行能给你存款的利率 是因为银行用你的钱 可能做了一些其他的方面 无论是理财 无论是贷款 那么你如果单纯的 随着这种每年3% 现在的这种存款利率来说 你是永远都跑不赢通胀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每个人就可能去 自己的决策不一样 当然了 个人如果你的钱 真的是比较充裕的话 其实个人养老金账户 是值得去储存的 然后对于整个的 股票市场里的 这种高股息来说 其实你是也可以去参与的 尤其是你可以选择 这种银行类的 因为你会知道银行的话 尤其是这种国有银行 它肯定是你走了 银行还在 那么对于整个的黄金 或者是整个虚拟币茅台 我个人觉得 你如果是在资金充裕 你可以参与一点 但是不要去 过多的去理性 非理性的认为 这种东西 永远都可以跑用通胀 因为和大家聊过 每一个时代的人 认可的东西不一样 那么只有那些人 认可的东西才会涨价 所以说现在时代的接力棒 已经逐渐的递给了 00后和10后 那么未来 你只能去持续的跟踪 他们所去追赶的热点 或者说你持续的去 保持一个学习的能力 这样你才可以确保 你在退休的时候 可以过到一个很富足的生活 而不被社会淘汰 只要你停止了学习的脚步 其实你就等于 慢慢的被社会所去遗弃 因为你整体的时代的科技 加上人们的风向 热点都在变化 你永远都不知道 未来会是如何 就像你在1900年左右 你是一个开马车的人 但是你瞧不起开汽车的人 你觉得汽车这种东西没有味道 那么你到现在 你可能你做了一些 比如说前几年做钻石生意 你会发现中国河南的话 已经把整个的钻石 代比尔斯相对来说 这种生意已经是抢夺了很多 而且钻石这种原石的价格 那么我们会面对很多的 这种新旧的交替 所以说你需要持续的去宽注 但是有的一些热门的题材 相对来说的话是不现实的 尤其是像比如说 一直说开放的中国的地空领域 其实中国的地空领域 你想要去开放真的很难 对于这种飞行汽车的概念 你可以说看作它是一个热点 或者说它这个技术 可以应用到其他方面 但是作为民用的话 可能它现在未来的10年到15年 都会执行不了 这种只能是炒作一个短期的概念 然后今天我们就闲聊到这里